热点时评 华尔街日报揭秘报道 孟晚舟案秘密换球内幕与美中决力的转折 第一集 孟姐贝琴 作者 德鲁·辛肖 乔·帕金森 阿鲁纳·韦斯瓦纳塔 颇奖 夏秋年 这篇长文选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文章称 孟晚舟事件是日益激烈的美中权力角逐的一个转折点 标志着两国关系从相互戒备转向全面敌对 该文披露 为迫使美加释放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中国抓捕囚禁了两名加拿大公民 为此 美加中三国展开秘密换球谈判 传出习近平下达一百多道指令 还亲自与美国先后两届总统讨论换球事宜 经过三年的绝密谈判 最终达成协议 以史维建频道分六集陆续播出《华尔街日报》的这一长篇报道 今天播出第一集 2021年9月25日凌晨4点30分 中国天津 两辆球车驶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航站楼 车上有两名加拿大人 他们被蒙住眼睛 不变方向 此前两人已被囚禁了1019天 在洒满月光的停机坪上 一架没有标志的美国弯流飞机等着载他们回家 不远处 加拿大驻华大使在铺着地毯的休息室里夺来夺去 15个时区之外 一架国航波音77机飞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待命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武装警官在后级楼里守候 一位脚踩莫罗伯拉尼克高跟鞋的中国高管 从他们身边阔步走过 他身穿卡罗琳娜海莱拉连衣裙 颜色与中国国旗一般鲜红 他身后跟着一群律师 助手和外交官 他们称呼他孟女士 他也要回家了 经过三年的绝密谈判 近年来外交史上意义最重大的换球行动之一 正在进行之中 在天津机场 一名中国官员打电话 确认这名女子通过了温哥华航站楼 随后他将两名加拿大囚犯放行 加拿大驻华大使从一个黄色信封中取出二人的护照 并将他们带到一个出入境检查口 一名中国工作人员在他们的护照上盖了章 并引导他们走到跑道上 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时 担任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那时这家由他父亲创立的通信设备巨头 正准备在全球多数大型经济体的5G网络建设竞标中大展拳脚 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拘押了孟晚舟 美国对孟晚舟提出银行欺诈指控 孟晚舟今年50岁是知名商界女强人 她被拘押以及美国为引渡她到纽约受审而采取的种种行动 使她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 成为美国对华敌意日益加深的一个符号 几天后 作为对孟晚舟被捕事件的反制 两名加拿大人被中方拘押 50岁的康明凯 当时正处于从加拿大外交部暂时离港的状态 在香港为国际危机组织工作 46岁的斯帕弗 当时正经营一家帮助学生 运动员和学者访问朝鲜的机构 在被监禁和受到严厉对待期间 这两个加拿大人被新闻报道和西方领导人同情地称作两个迈克尔 瞎住 他俩的英文名都叫迈克尔 两人都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孟晚舟被捕也成为日益激烈的美中权力角逐的转折点 推动双方关系从相互戒备转向全面敌对 与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不同 这次冲突反映的是美国和中国为了控制国际数据流动 并最终在全球商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进行的争斗 要求释放被扣押者的谈判 也让中国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每个国家都要应对本国的安全关切和国内政治压力 美国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施压 要求释放这两名加拿大人 并将二人被捕当作中国政府无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证据 习近平则将孟晚舟被拘 视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又一次卑鄙行动 习近平针对孟晚舟案下达了一百多条指示 他与两届美国总统都讨论过两位加拿大人的案件 在孟晚舟获释前 习近平拒绝释放两位加拿大人 加拿大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在大使馆机密室的白板前 花了上百个小时 制定让这两名加拿大人获释的方案 并去监狱中探望他们 他用语速很快的英语传递加密信息 知道偷听的警卫很难听懂 直到最后一刻 加拿大还在担心消息泄露 或美国参议员的一句闲话会破坏这次交换 本篇报道 基于对美国 加拿大和中国现任和前任官员 律师和检察官 前华为高管 熟悉孟晚舟法律团队和孟晚舟下属的人 以及这三个国家的现任和前任外交官的采访 本报道引用了法庭文件 房地产和公司记录 机密外交电报 未公布的照片和参与谈判的政府官员的笔记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发言人未回答有关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 康明凯和斯帕弗是依据中国法律被拘留和审判的 他们的案件与孟晚舟被捕没有关系 孟晚舟于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着陆 她当时计划在那里只待几个小时 孟晚舟在四个城市拥有住宅 温哥华是其中之一 这位华为首席财务官托运了七个行李箱 里面装满了在四个国家 包括墨西哥开会的演示材料 墨西哥那时新上任的总统洛佩斯 为理会美国的安全担忧 对华为在该国建设5G网络持开放态度 孟晚舟还预定了前往布宜诺斯艾丽丝的行程 要在那里与她的父亲华为创始人亿万富翁任正非会合 任正非之前曾表示 她的三个孩子中没有一个拥有足够的远见来继承她的事业 孟晚舟代表她父亲的华为帝国走遍世界 似乎决心证明她是错的 在孟晚舟走进香港国际机场时 有关她行程的消息 通过一条安全线路传到了当时20国集团峰会举办地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拉西奥都好酒店 一位白宫律师在一间套房内的隔音帐篷里接听了电话 之后这位律师叫醒了博尔顿 告诉她孟晚舟上路了 作为时任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顿十分清楚 抓捕孟晚舟可能会扰乱当晚的川习会晚宴 这是此次峰会的一场重头戏 但她认为值得冒险 博尔顿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对华强硬 川普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计划 后来对于博尔顿是否将此事告诉了川普 或者此行动是否已向川普完全报备 白宫内部众说纷纭 当孟晚舟搭上飞往温哥华的航班时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传来了孟晚舟此行装扮的细节 一件黑色爱福区联帽衫 深色运动裤 长发刚刚过肩 联邦检察官以银行欺诈罪对孟晚舟和华为提起了密封起诉 称孟晚舟曾帮助隐瞒该公司在伊朗的业务往来 证据是孟晚舟2013年在香港一家餐厅的包间内向汇丰控股一名高管展示的PPT演示文件 他在演示文件中称 华为没有违反美国对一制裁 这一指控的范围很窄 但将服务于一个共广泛的国际安全目标 帮助华盛顿说服美国盟友华为不可信 在温哥华机场的一间会议室里 六名加拿大警官和边防警察研究了孟晚舟的照片 没收孟身上的所有电子设备以保留证据 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会提出一项请求 一名加拿大警员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道 引渡孟晚舟的请求是美国政府以加密文件的形式发来的 加拿大当局花了一天多时间才解密 这一延迟意味着同样前往布宜诺斯·埃利斯 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直到警员们在温哥华机场65号登机口廊桥就位时 才被告知美方的这一请求 上午11点18分 国泰航空的838号航班华停在65号登机口 两名边防警察把孟晚舟护送到一个柜台 在那里 另一名边防警察仔细检查了她的行李 警察提出了一些问题 其中包括华为是否曾在伊朗销售过产品 他们没收了她的电子设备并要求她提供密码 按照美国方面的要求 他们把孟晚舟的电子设备分别放入不同的安全带 这些设备包括一部红色外壳的华为手机 一个黑粉色的256GU盘 一台粉色边框的MacBook以及一台贴有小熊维尼贴纸的iPad 在社交媒体上 小熊维尼有时被用来嘲讽习近平 你犯了欺诈罪 现在我们将逮捕你 然后你将被送回美国 一名警官告诉孟晚舟 我? 她说 你是说我在美国犯了欺诈罪? 我不知道细节 另一名警官回答 他们对你提出了欺诈指控 涉及你的公司 华为? 一名警官带着歉意说 我们只是在协助美国 在警察局 孟晚舟被按了手印 她被允许打电话给一名律师 这是华为在仓促之间能找到的唯一会说中文的律师 是一位专利律师 当这名律师赶到警察局时 孟晚舟的呼吸变得剧烈而短促 这让警察很担心 他们将她送到了医院 第一集完